好,第四節 韓國真的比較尷尬的情況 我暫時不太看好 Samsung 的數目也能交到 Samsung 最厲害的殺手間 就是以很便宜的價錢做了新的記憶 導致它拿了整個手機的新的記憶 現在大約有七、八成 是很誇張的 Samsung 也有 OLED 技術 Samsung 也有幾個比較厲害的東西 但是如果現在美國也是幫台積電 我看到有些日本的消息 其實日本很多不同的半導體公司 其實它的技術含量都很高 例如 Toshiba 也有 Memory 等等 Sony 的 Semos 也是不錯 是日本自己沒有一個晶圓代工廠 是有代表性的 如果這些都是跟台積電做聯盟的時候 我想Samsung 的地位也是有危機 雖然它新的CEO 聖金的位置 可能希望有些紅銅圍略 希望可以取代 TSMC 在晶圓代工的位置 但是我看它的晶圓代工技術 例如 7 納米 5 納米那些 都是有一點脆碎性分 整塊芯片不是只有 5 納米 有些是 7 納米 所以它的良率 我都說做了出來 你的良率又要高 又可以做到 Mass Production 才行 始終 TSMC 之前可能打算做生意 就什麼都包在一起 好像 Conglomerate 一部大選做 Samsung 你也知道 又有手機 又有自己的晶圓代工 又有 Memory 等等 反而現在的情況就是 如果台積電只做晶圓代工的話 別人的客戶是比較放心去下單給他 我剛才也說過 Apple 也知道你 Samsung 是有做手機 如果Apple 將最新的Apple 的晶圓 下單給三星的時候 又可能對於 Apple 自己的威脅 所以我想 似乎整個台積電的未來 都是比較樂觀 糟了就是他的股價比較貴 大家看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 但我覺得似乎很明朗 可以看一看 K.O.你是否想說 你身後面的背景 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又是 又是說回 我們 我們的歷史 我記得 2019 2012年 2012年 它破產的時候 總之 它破產的時候 我們也有說過 好像是 差不多 就是 說這個 柯達 如果要說再遠一點 其實柯達這間公司 阿John 可能會有印象 就是 當它最全盛的時候 它是 50隻最厲害的 美國股票之一 就是 基本上 如果要買美股 好像等於現在的 Apple Microsoft 那些公司 但是 當然 也是 敵不過這個 時代的 敵不過這個時代的洗賴 技術 最搞笑的 或者最諷刺 或者 最悲哀 就是 它是被一個 它發明的技術 打倒了自己 那才是為了取 就是 就是什麼技術 就是Digital Imaging 就是 因為它傳統就是 菲林 做菲林 沒錯 但是現在我們所謂的 數碼影像 其實是柯達它發明的 只不過 它當年 就不是由它發揚光大 沒錯 就是它覺得 因為那時候 最初 Digital 其實那個解像度 簡直是 即是 連鬆鬱蒙都打不上 就是超級低端的 跟菲林技術 是相差的 阿達來說 在那時候 就說 買菲林 都已經賺到開了行 這個就是Digital 這件事 沒有理由 發展一個Digital Imaging 來打自己的本業 是的 所以就 所以就 將這個技術 各自埋一邊 但是 就 比外面的人 冷手 撿過二磚多月 於是不斷 推成出身 而這個Digital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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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那 beim 很嚴重的 我猶得 寶福 這個 或是 只是當作是杜金,你什麼都不用買,你只買這50隻,或者這50隻時刻選一隻的話,都是不用死的 那種是金光不壞之身那種,上了一層枱的地位,但是到後來來說,公司差不多去到尾巴,一邊吊著鹽水 但是誰知道,吊了鹽水,吊了這麼多年鹽水,忽然之間咸魚翻沙 其實開咪之前和Eddie聊過,他鹽魚翻沙也不是第一次 2018年的時候,那些蜜蜜蜜炒飛天,他又學人看蜜蜜蜜 那時候那些叫死貓打 刀彈也很厲害,那時候也升了,都是葉培數計 柯達這次又來一次 其實在他正式公佈消息之前,那些消息就是 其實這次反而對於他這個股價大彈,這些人的焦點 報道的焦點是他列出了一些資訊 即是他正式發表公佈之前,股價不知為何已經先升了 還要升了幾倍了 那有一些地區,即是他在紐約州裡面,好像叫做露特斯特的地方 的總部 那些地區的電視台,已經有報道說他好像安保了一些洞 來做一個業務的轉型 當然這些是很敏感的消息 所以那些報道也立即被人刪除了 但是都已經沒用了,大家已經採取到 然後都立即炒定 那所以,這次其實他為什麼會升那麼多呢 就是他拿到一個,Donald Trump幫他 可以說是,拿到一個7億多美金的貸款 那麼就會有一間本身是 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們其實有什麼行業 我也是還在做露特斯吧 可能是還在做露特斯特的 有些人還是喜歡露特斯特的 那麼,轉型 由一間做露特斯特的公司 就轉為一間做 他會開一間新的公司叫做Code Pharmaceutical 做一些藥的原材料 那做什麼藥的原材料呢 其中一種藥就叫做Hydroxychloroquine 即是綠灰靈 Hydroxychloroquine就是Donald Trump 之前說他已經在吃那一種 聲稱可以醫新冠肺炎的COVID-19的一種藥 但是呢,即是美國那個疾控局那個CDC的主任 Fouchy都說其實研究發現這個藥基本上是沒什麼用的 所以呢,雖然 即是Facts就是他拿到這個貸款 以及會轉型做一間做藥的原材料的公司 但是呢,他做的原材料到他生成... 即是你不是說拿到貸款就立即可以開工 立即可以有東西買的 到他成功生產到那種藥的原材料出來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Demount呢 因為你本身Hydroxychloroquine是用來醫藥質的 其實你本身不是說一個很爆炸性的Demount 現在只不過是聲稱可以E-COVID-19 所以多了人吃 但是接下來大家都知道 這個Vaccine會慢慢會推出 以及都不排除可能對其他藥的研究是會進一步 又進一步 可能會找到一些真的醫治COVID-19的藥出來 所以 即究竟他未來的產品的Demount是有多強呢 這個也是很誠意的 所以 雖然 就是 他是有一個很低的低位 有兩元美金左右 然後升到現在三十幾元美金 升了15倍 如果現在這個位置大家再追進去的話 似乎風險就很大 以及這間公司 在拿到這筆貸款之前 其實已經沉淪了很久 管理層也是沒有什麼 現在的管理層 就不是說黃金時期的管理層 現在的管理層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辦法讓他翻身 過去的往績也是很差的 所以大家千萬要小心一點 跟John剛才說的一樣 這隻股 結果 也是被散戶炒起來的 現在的散戶也是 一看到有什麼升得厲害的 就會追進去 就是Robinhood 用Robinhood這個平台來炒股的人 十大最多人持有的股份之一 對 變成散戶外股就要小心一點 我本身 一看到消息 我也蠻生氣的 因為第一個 我覺得Order這隻公司 真的不無正業 覺得 之前 2018年頭 為了救那間公司 就是剛才K.O.講的 就是 出了 可以貨幣 不是出了 那叫OrderCoin 就說 在攝影的世界裡 人們可以用這個 蜘蛛來做交易 以及做了一些ICO等等 我看回現在的CEO 不是之前的CEO 現在的CEO在2019才委任 2018年那時候 炒股票的CEO 現在應該沒有做Order的CEO 我覺得他有點不務正業 譬如菲林公司 K.O.比較熟悉 他現在是在做美容的產品 他原來發現自己 當時做菲林的其中一個技術 對於美化方面 有些 有些少許效果 我雖然不太喜歡走化妝品店 但我去日本 我都見過一下 這個 富製菲林的美容部門 不應該是 Cosmetics的部門 我看一看 起碼他做過一些事情 我都關心一點點 蝸蝸蝸 我年幾兩年都沒有聽過 Order的幣 有些什麼作為 我覺得真的很過分 而且這次 特朗普用了一個 薄防法 去 勒令Order 去做這個 原材料 我真的覺得 挺過分 我不知道究竟是 Tender必頂 還是怎樣 為何是Order這間公司 而不是其他公司 和不找一間差點的藥廠 就算你做完材料 不是真的做那顆藥 那你都找一間藥的公司 找一間有往職的公司 沒有理由 你都找永明製藥 你都不要找Order 你不是吧 我覺得 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我都見到 頂 還有 我自己真的覺得很失望 為何會這樣做 還有 7億6的美金 8、7、56 都成了 56億港幣 真的很多 需要這麼多錢去做 原材料 還有 這個藥不是做著 COVID-19的預防針 我覺得如果那些 你知道那些無限的 那些錢 Moderna 等等 你做過 還有一些網友跟我爭論 這個藥廠是否有用 我都說 我都看了很多報道 我怕自己看錯 我看了 紐英倫的 Medicine Journal 有看過 很多不同的報道 都看過 他都說 對於這個藥廠廠 真的幫助COVID-19去醫治 是很有保留 可能一百個裡面 有一個半個是可以幫到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完全是浪費錢 就是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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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真的很過分 你說其他房子 放在其他房子 我覺得都算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過分 還有 是特朗普這樣扔錢下去 是幫自己提倡的藥 我覺得真的超級可憐 即 即 即 用貨幣的錢來買自己的EGO 因為他講過 這隻藥有效 他就要 死咬到這隻藥有效為止 即 即 這挺人 我 我 我 這個新聞呢 我只是想補充一句 就是 剛才我說了這個7億多美金 當然 這個7億多美金 到底有多 有 算是一個多大的金額 這樣 當然見仁見智 老實說 如果我們講到 現在的 剛才我們剛剛開始說到 美國四大科技公司巨頭 在美國國會那裏建成這樣 即 那些巨頭的身家來講 就跟這個7億多的樣子 就是 對他們來說 就是 九牛一毛 已經是一個 但是對於柯大這間公司來講 before這個newshare出來 呢 柯大這間公司的 公司的估值 其實好像是剩下3億美金左右 那這個1個 7億多 就等於 之前未爆升 支持公司市值的double有多 你可以 從這個角度想想想 所以這間公司是一個 多麼重大 多麼有意義的 一個 雖然這個 長債成25年才還 細節我不知道 但是 喂 你還不還得到啊 坦白說 我真的覺得你做這隻 這樣的藥 做出來就要買給特朗普 好 這次時間爆了 就要買了 這次時間爆了 我們下次回來再講 OK 好